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或许有人会克制不动武 如果那个人首要目标是经济福祉 那我认为他们会节制不攻打台湾 那这段话呢也被外界解读为 那个人指代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台积电 所以中国大陆呢是会克制不会动武 当然他又说呢如果发生战争 台积电会被摧毁 所有一切都难逃被毁 大家知道这个台积电啊近年来呢 一直也是被美中贸易 还有像科技战啊 这个一直是卷入其中 那么不仅面对这个政治压力 近期也是不断的遭到了市场的抛售 那谁要摧毁台积电 台积电真的能够有能力让两岸避战吗 那今天就以上话题我们进行解析 欢迎主掌人星岛日报 美西版社长监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梁总早上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也欢迎各位啊 今天可以收看我们的这个YouTube视频直播 欢迎大家就相关的这个问题 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 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 给出你们的一个观点啊 当然今天因为这个KSQQ没有信号 很多朋友是移步去了这个网络 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文字 短信到650382 2008 650382 2008 来发表你们的这个观点啊 好 首先呢 我们就想来问问这个 梁总张周谋的这段话啊 您怎么解读怎么看 张周谋的现象呢 就是当然是现在台湾最重要 最重要的企业啊 然后民进党政府呢 也把它说成为护国神赛 就是台湾的安全 或者是台湾整个经济啊 或者是在国际上的价值呢 很大程度上呢 就捆绑在那个台积电身上 张周谋先生呢 过去对民进党政府 以一次的表现的相当的支持 但是从这段话里头呢 我觉得呢 简短的几句话呢 被扣出来的 整个访问里头就扣出这几句话 那几句话的那个解读呢 也很多方面 我觉得信息量蛮大的哈 第一点呢 我想说的就是 他说要是 那个人啊 想的是那经济的利益的话呢 他就会怎么怎么样 我想这个判断呢 是错误的 错误的意思就是 在谈到两岸统独的问题的时候呢 有很多相当的一部分人呢 他没有 怎么说呢 看清楚 了解到中国大陆 一直说的要两岸统一 必须要统一的动机是什么 很多时候都会从台湾一些人 从那个经济角度去考量 因为觉得台湾有经济价值 要拿钱 等于是拿钱 很多年前那些官员已经这样说了 我还记得哈 还是在中文电台这个地方 我也一开台的时候 不久啊 那个九十年代吧 也访问过一些台湾官员 都在直播室里头 他们谈到两岸统一 那个时候呢 还是李登辉 当那个领导人的时候 他们的基调的 那个统一的口径就说 两岸可以统一啊 统一在自由民主 均富 就是大家都同等的 生活水平底下 我们可以与台湾统一啊 那个时候 统一就许到渠成了 那个时候还是 基本上台湾官员 都是这样说的 重点呢 他们提到一点 我记到现在哈 我也在节目里头都重复很多遍的 他们讲了些什么话呢 他说说 你现在谈统一步不成吧 因为好像就是 两兄弟分家了 一个百家的 又变成膝盖 没钱了 现在那个另外一个兄弟的 很努力 发财了 你那个 从那兄弟身上又回来了 说我们要成一家人 那怎么行呢 你自己先好好努力吧 就是从钱的角度 那个时候都说 财大起初嘛 我这么有钱了 发展这么好 那科技工业怎么进步 你要往我那边臭 你自己先搞好自己 所以还是从钱里头看 曾经某先生那段话呢 也是从钱那边看 他会觉得 台湾那个 特别是台积电吧 台积电经济差距很高 因为现在全球 都缺那个芯片 缺芯片 其实台积电呢 它不是 它不是做研发 也不是说 那个生产晶片的 那些机器 是他制作也不是 它都是那个生产的生产方 所以它也需要依赖 很多方面的 就是芯片的制作呢 也不是说 一家就能够做到 是很多很多高端子企业 合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台积电呢 就把握住 那个生产的那个能力 制造的能力吧 这样做吧 就是最终把芯片 制造完成的那个能力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他们认为 经济价值很高 确实是经济价值很高 但是在两岸统一 打不打的 这问题里头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里头 也许会想到 一部分就是 战争带来的经济效果 在经济的影响 但是统一的动机 完全不实在经济 所以在那个 中国大陆穷的时候 他也说要 两岸要统一 从那个跟那个 毛泽东时代 已经说了 必须要统一 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导人 到现在还是说要统一 中国大陆已经 从经济条件来讲 从过去 一穷二白 到现在 经济强国 都是说这句话 所以他的动机 完全不是因为 钱的问题 而台湾 一些人的看法 就会觉得是 钱 经济 经济利益 绝对不是 你从前去看的话 你的考量 你去分析 中国大陆 统一的动机 就会绝对是偏差的 因为中国大陆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历史 跟民族的责任 所以这个是一种意志力 就是说民族的统一 这个民族的统一 也是跟历史对接的 就是从晚清开始 中国被列强分裂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 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任务 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 这个标志 所以从这个方面去考量 要统一的 当然也有其他很多艺术 比如说对应美国的 那种威胁的 这个战略上的 要统一 比如让台湾成为美国的 那个代理人的战场 另外经济上又会考虑 但经济考虑不是说 要把台湾的经济的好处 绕到中国大陆那边 不是的 中国大陆 你看它的发展 就是它的国家安全 是要在科技方面 要自主 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台积电 在中国大陆来看 不是说要把你收回来 那我就多了一个台积电 不是的 中国大陆现在做的是 要创造积极的台积电 可以这样讲 所以台积电的价值 反而就是说 要是统一的话 之后的台湾经济 他不想它太烂 因为统一之后 台湾是彻底的成为 就是行政上面的 中国的一部分 那就要台湾过得好 经济也好 所以他不想把台湾打烂 所以这个是前提 好 其实我觉得包括很多西方的媒体 也好 学者也好 他们也不能够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其实刚刚梁总也提到 我们从古到今 大家对于这个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就一直是追求的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 就是对于大一统的追求 其实西方它是不明白的 因为西方民主自治 就是他们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他理解不了说 为什么中华民族从古到今 要追求这个 追求这个大一统 是 因为实际上 大家看看 现在国际上面 全球地球圈里头 有多少个国家 有这样的 深跟长远的历史呢 没有太多 英国人有相当一些历史 但是英国的历史呢 比起中国来讲 当然也是短 而且它是几个国家 几个可以说有一点 在种族上 人类史来讲 他们可能是同一类 但是他们文化上 是有隔阂的 在英伦三岛里头 都有一点点这样子 真的有远远的历史的 可能是印度 但是印度也是一个 很分裂的国家 其实印度里头 分太多邦了 语言都根本上 不能沟通的 所以你说美国 两百年也有一点 但是你就去比吧 你有哪一个国家的 有这样的深刻的历史文化 还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西方人 因为他是当年的 殖民的侵略者 所以他不觉得是一回事 他去侵略中国 拿中国的土地 如意中国人民的时候 他们当然对那段历史 没有感受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 记忆很深 现在你在中国 你到天津 你到广州 你到上海 你看到武汉 那些地方 你看到很多建筑 一看都不是中国的风格 殖民地 殖民地时期的 当然也很漂亮 但是这个就会给很多 中国人一段记忆 这个是曾经外国人 占到 建造过的 中国的土地 但中国现在站起来了 要不要再接受 这样的环境呢 台湾 要不要让台湾 变成为被外国控制 然后反而要对中国 大陆安全不利的 这样一个地区呢 当然不能接受了 好的 我们说回这个台积电 刚刚梁总也提到说 这个台积电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 它手上到底有 什么样的技术 能够让 就是说 现在整个 好像它可以 甚至去决定 这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命运 它到底厉不厉害 其实刚刚梁总已经谈到了 大家可能对这个半导体行业 可能需要有个全方位的了解 其实半导体产业 它分为像设备 设计原材料 制造 封装测试五个部分 那么台积电 它在什么地方比较强呢 它就是在它的制造 精密制造 就是说 我拿到这个设计图纸 然后把它做出这个成品 它在这一块 以及它的这个封装测试上面 它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设计方面 应该说 美国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那像原材料 那肯定就是日本 还有像这个半导体设备 那当然就是美国 荷兰日本 也是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 所以就像刚刚梁总讲到 整个半导体行业 它实际上早就已经是个全球化的一个链条 它不是说 今天你哪一个地方 占据绝对优势 我今天就可以把芯片供应给全世界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是 所以台积电现在的股票肯办了嘛 为什么投资姐对那个台积电没有信息呢 是怕中国大陆吗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这样想 但是更大一部分可能是看不到台积电的未来 所以民进党政府现在把台积电推得很高 就觉得这是台湾的宝 以前都说台湾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自由民主 我们有选举 现在慢慢都不谈这个了 现在主要还是谈台积电 但是台积电将从某种一个创办人来讲 我觉得他心里头应该是有点悲哀的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自己努力了一生 在那个全球的全球的那个芯片的工艺上面 站着这么重要的位置 那到现在今天好像有点走到尽头的感觉 为什么走到尽头呢 是不是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不是 中国大陆自己搞自己的 这个才是大家不要以为 中国大陆只一定要把它今天拿到手 其实不是的 它是更重要是掌握芯片的制造 一定要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这个才是重要 台积电走到末路啊 是因为两个大国的竞争中间 是美国不让台积电留在台湾给将来可能统一的中国 这个才是它为什么不被看好的一点啊 我觉得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呢 美国过去很稳稳的 就是站在那个全球的那个控制的那个 超级大国的地位的时候呢 他把产业放在哪个地方是对美国来讲不重要的 而且美国也不在乎的 也有意为之的 美国把自己的制造业都退到外国去 是为了谋取利润 在那个80年代开始 然后高科技 大家觉得美国是高科技的那个研发创造的中心 对 这个是对的 互联网也好 个人电脑啊 所有太多太多了 今天的科技产品芯片 都是从美国开端 创造计造的 但是慢慢他又把那些产业推到外面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想法就是很稳的 全球的 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 我很十足的信心 我可以掌握着所有世界的资源 所以分一点工作给你们 赚一些低端的利润 但是因为他是研发者 他可以不做 也不会有什么污染的问题 什么其他问题都没有有 你们来分担 就是流水线一样 沙城的沙流的那些利润 我给你一点 但是最大头的 我可以不做什么 就能够赚得最大块的 所以整个美国就不做制造了 现在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按他那个 能够分配支配 管控全球资源的那种能力呢 觉得慢慢失去了 所以放在其他国家里头 的那种生产力 就慢慢觉得不安全了 特别是芯片 现在是最重要的一点 美国为什么现在要 要拜登政府 拜登总统不久以前 不是签发了一个法案吗 就是拿了很多很多亿来 来自助 那个美国的话 是他能够控制的 外国的芯片业 所以那个就是 他现在才回头来 要把那些收回来 就是因为整个美国在国际上面的 的那个主导权啊 慢慢的没有以前那么牢固 但那个转变的影响来的来源 就是来自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 不光是发展起来 制造业 还有在高端科技方面 很逼近美国 甚至有个别的领域里头 已经领先美国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一定要把那些重要的资源 未来制造的资源 把控在美国手上 那把控不了的怎么办呢 一方面立法给钱 砸钱 有那些公司 受到美国的控制 包括三星也好 其他国家 他都要透过这个法案来控制 控制不了的 最后的命运会是什么 就把你毁掉嘛 所以郑中某 我想他也应该也会想到 将来要是发生战争 第一个炸弹 掉在那个台积电的 不会是中国大陆的炸弹 所以大家想想 台积电为什么很多人不看好 因为他就在一个这样尴尬的地方 要是说台积电过去 其实也相当跟中国大陆 很多生意供应的 后来美国说要管制的时候 慢慢他又收收收收收回来 所以他受的影响 是说中国大陆影响更多了 还是说美国的签计约束更多了 显然就是美国约束他更多了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将你们的留言 发送到我们的这个 六五零三八二零零八六五零三八二零零八 那么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视频底下留言 我们一会再见 新岛日报美西版社长 兼总编辑梁建峰 深度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新岛中文电台 国语台 总编辑时间 逢周三九点十分到十点 YouTube新电视 同步现场直播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里是总编辑时间 我是沈澄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话题 是谁要摧毁台积电 因为这个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忠谋先生呢 近日在这个CBS60分钟节目当中 发表了一段讲话 那么这段讲话呢 也被外界进行了一番解读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讲人 新岛日报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那么他呢会就以上话题来为大家解读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梁总 那你说到底是谁要摧毁台积电呢 其实呢 现在都看得很清楚了 在那个芯片呢 是现代跟未来工业啊 相当重要的一环 以前中国做的低端制造的时候呢 什么问题都没有 大家都很喜爱 中国制造 这成为那个世界工厂 那现在中国已经跨境了那个高端科技的领域的时候呢 那个芯片呢 中国大陆以前也有一种比较懒惰 或者这样讲 比较乐观 各于幼稚的一种想法就是 那个全球供应嘛 那个地球圈啊 所以我就不花时间去搞那个芯片的研发了 在世界上买就好了嘛 人家已经做得这么现金了 我就说我要钱 什么买不到 那个可能有点 一些中国某些人的一种不好的想法嘛 总是认为有钱就什么都行 但问题现在大家是讲政治 讲民税 国家有些人 当然经济利益很重要 但是对一些人来讲 政治更重要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 台积电将来的命运 我们刚才讲了 在那个战略方面呢 美国已经开始要讲控 未来全球芯片的供应在自己手上 那美国这个野心是很大 能不能够做到呢 很多人都有疑问 因为研发这个事情 不是说你现在把所有高端芯片的研发的都挖在自己手上 不管是日本的南韩的台湾的美国之家的 也断绝他跟中国任何有合作的可能啊 就把全球的那些大的芯片制造的相关的重要的公司都把握在自己手上 透过立法 透过金钱的那个利用也好 所有那些能做得到吗 就能够把芯片整个行业 整个产业供应链都掌控了吧 美国现在尝试是这样做 所以台积电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日本跟南韩的 当然跟中国大陆虽然有经济的关系 但是他们隔了很多冲啊 总不会用了套路去打日本 打南韩 把三星拿回来 不会吧 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唯一美国担心的就是台积电 要不好真的哪天 富人间三天了 五天就无统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唯一一个受到这样的 美国会担心自己掌控不了的 可能就是台积电 所以一直要台积电 南美国南美国 先把台积电掏控吧 再把你整个都搬到美国本土来 那搬来呢 也是有个技术上的困难啊 就是台积电能不能够立足在美国呢 或者是放在其他国家 欧洲和美国的盟友上面能安全吗 第一就是那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啊 就是你那个生产条件跟不跟得上 你那个生产条件的供应人才啊 资源啊 能源啊 各种方面 也不是说来就可以 来的之后 它生产出来的成本 贩贝的高的时候 它将来的竞争力又在什么地方 对于台积电 所以美国可能看到的就是 只要台积电不会为中国道路服务 它就达到目的了 台积电将来生权不生权 实际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因为美国的目标是掌控全球的芯片的供应 只要有其他的 那那个台积电可以牺牲掉 所以台积电的悲哀就是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怎么能够生权杀去呢 真的也想不通啊 我就觉得真的想不到那个出路在什么地方 要是说两岸维持那个现状 现在这样子 它也不能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也要掌控在美国人手上 不光是数据要交给美国人 将来生产线也要交给美国人 那等于就是没有了吧 就是被美国收回办国有这样子了吧 所以那个公税就等于是不再是积极的了 但是还可以生权 要是统一呢 那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台积电现在的困难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将来还要面对的 就是不如说现在 可能十年八年 你要看到中国大陆自己的芯片制造起来的时候 台积电加急也会慢慢掉 所以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会看 就是你怎么跟中国大陆竞争 你现在美国想把这个 这么重要的未来产业的技术 拿在自己手上 不让中国大陆占分好 不要中国大陆拿到那些制造芯片的机器 各种各种技术你要封锁它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在里面 好像以前把太空技术封锁一样 当中国大陆要参与美国的国际太空战的时候 他说其他国家都可以来 俄罗斯都可以来 但是中国就不能来 因为这样我就封锁你了 我还记得在那个克林顿的时候 在那个第一次的APAC会议 我也有去采访 那个时候APAC会议呢 头条新闻是什么呢 克林顿跟那个江吉明 要会面的之前呢 美国大的报纸就是一个美国禁止 把那个敲击电脑卖给中国道路 那个时候呢 就是计算机嘛 敲击计算机 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武器了 就是我不给你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全球最坏的那种敲击电脑是在中国 计算力是在中国 而且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计算机了 量子计算机技术也是领先美国 所以你要禁止中国道路发展那个芯片 现在美国花很大的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智慧呢 我觉得是没有智慧的 因为除非中国道路发生 好像世界大战的内乱 你可以中断它的发展 要不然的话呢 你给它五年八年十年 十五年吧 对于一个国家 对于一个历史 对于一个民族来讲 你给它二十年好不好 二十年后 要是中国成为全球芯片 制造第一大国的时候 那美国就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不足的话 美国用现在的这样的政策 要搞水台汁电 我觉得没有对美国的未来 没什么好处 美国现在走的方向 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你面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有另外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 美国现在面对的态度 完全是错误的 你要怎么跟着 整个世界的格局的变化 然后拿到美国最大的好处的地位 就是跟着中国一起的 继续往前走 你要习惯的 有另外一个大国跟你一起 就是从单一的美国的垄断 变成为这样的二元的 或是多元的这样一个事件 美国应该要慢慢接受 这个才是对美国人 对美国国家的发展 美国经济最好的 因为美国还是讲过很多优势的 在科技方面 在生活方面 整个环境方面 美国有很多好处的 就有很多优点的 不能够 以为要打压对方自己的吻 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 那现在拜登政府这么着急 要布局这个芯片 其实他也是发现 美国的这个 应该说是芯片巨头公司 像AMD 还有像高通 英伟达 苹果 他们在制造上也是高度的依赖 就像台积电这样的制造的公司 所以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把这些 把这个台积电拉过 其实最主要还是为了扶植 自己本土的这个芯片企业 并不是为了这个台积电好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是啊 就是要 他要彻底的要把握住 所以现在所有有这样生产能力的 或是高端生产能力的 他都希望能够拿到 拿到自己的手上去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真的不可能 因为你涉及到的是 不同主权国家 比如说日本比较听话 但是日本又会牺牲自己产业 就送给你美国 南韩 南韩已经有点不愿意了 上线讲那样就是不愿意了 因为牵得进去之后 整个公司的应允 将来的发展就是 你美国说了算了 那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我经营这么久的公司 为什么要把那个主权 就交给美国来控制呢 美国想现在利用自己的霸权的地位 大大界点 我觉得也会令其他国家更有戒心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依旧是进一段广告 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 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 当然也可以发送文字 短信到6503822008 6503822008 我们一会再见 新岛日报 美西版社长 兼总编辑梁建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里是总编辑时间 我是沈澄澄 那今天呢 我们对这个话题是 谁要摧毁台积电 主掌人 新岛日报美西版社长 兼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梁总 我们刚刚就是讲了很多 这个像到底谁想要摧毁 这个台积电 其实像这种 这种题目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也是觉得比较恐怖的 那我联想到就是前几天 像北溪一北溪二被炸 就现在好像大家一言不合 就可以就简单粗暴的 去把一个东西给炸掉 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是啊 这个是一个世界 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新的意义 这是不好的那个拐点 过去大国竞争 是美国中国打打贸易战 而是在那个政治盟友中间 你拉我的我拉你的这样子 拉到那个不同的朋友圈 互相的 那个来堵截对方啊这样子 那些都是从外交 外是从经济方面的较量 那现在看来呢 就是已经有可以到一个地步的 就是用暴力的 用军事行动的这样 那种暴力的程度了 这个是很不好的 我个人认为 就是北溪一号二号 这个真的是恐怖的攻击 因为它不是说现在在公开的战场上面 大家两军的已经算战的这样的对垒 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看到你一个对你重要的 那个经济设施 一些民用的设施 因为对我有战略上的利益的话 我就把你毁掉了 我觉得这个恐怖的 因为马上就会联想到 要是将来国与国之间有其他的冲突 可能也会用这个方法 那个时候我做节目也说过 那中国大陆被攻击的目标很多啊 比如说要是下一步 这是一个联想 不许说什么 这是一个联想而已 北溪可以被炸 三峡怎么样 三峡的大坝怎么样 因为一直说了很久了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们说的时候 还觉得这个天方夜谭 那时候台湾 陈水扁的时候说的最多了 而说台湾怎么反制 你要是解放军要 要过那个台湾海峡的时候 马上我就发射那个盗胆 去炸的那个水坝 然后就会淹没了 那个中国大陆一大片的土地 我们那个时候说 第一就是台湾发木吧 你怎么可能 要是这样的攻击的话 第一 有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呢 就是你发生这个攻击 整个台湾都没有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报复 会是灭顶的 那个时候都说 他这个是不可能的笑话 但现在发生了这个北西西后 我马上就会觉得 这个是有可能 不一定就是台湾 要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还有一些国家 有这个能力 要是将来他觉得 为了达到有目的 现在就是美国一金金的 就是在这样想 我一定要压制中国大陆 不能让中国大陆撬远美国 拜登说了吧 在我日内 不可能发生这事情 但是你不让别的国家 敲远你这个心里 我们很明白啊 就是国家国与国之间 都想自己进步 但你进步就自己进步吧 你不能老是想着 我怎么去打对方 不惜一切手段的 把对方打掉 这个这个有点真的可怕 你说你要经济上竞争 利用外交的手段 我更多朋友 我说服我的朋友 不跟你交往 那个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是要用到一种手段 就是我伪料你的 那些重要的经济设施的话 那个是可恐怖了 我觉得已经发生了 还不是说我们在狂想 这已经发生了 北溪一二号可以被炸 那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呢 在战略上 只要某一些国家认为 在战略上他们有利的话 那个就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的话 那是可怕的 所以台积电说什么都要想回来 台积电可以替代 在美国人看来 台积电是可以替代的 因为没有它 我可以别的公司 可以可以起来制造 然后主要是对方没有 你没有 你拿不到 就行了 我可以找我的替代品 那将来 这是我觉得真的可怕的一个事情 现在乌克兰也是学这个 乌克兰也是在俄乌战争里头 俄罗斯用的是传统战争的手段 那乌克兰用的 就是炸了那个恐怖的手段 包括在俄罗斯 暗杀了 暗杀那个普京的智囊 就是炸不了那个人 炸了他的女儿 然后在一些恐怖的攻击 在俄罗斯井里也发生了 再加上赫里米亚的桥 当然那种桥 是普京吞聘了赫里米亚之后才建的 所以是普京在赫里米亚的 那种等于是行商工程 也不是说行商工程 标志的那个旅行碑的一个工程 他把你炸掉 就是用这样的那种 恐怖袭击的那种手段 还是是国家发动的 也许是在国际上 也没有受到太多的谴责 就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只要那个敌人 我认为是不值得帮忙的 我们就没有道理可讲了 所以对于某一些特定的目标 特定的国家 我们适用恐怖手段也是合理的 那就是没有是非 没有道德的 好像对中国也是差不多这样子 你联想一下 新疆过去恐怖攻击 很多的时候 每一次新疆发生的那些恐怖攻击 针对平民百姓的时候 美国都不会谴责的 美国都说 中国政府要反省 你在地方的政策 是不是出了问题 所以也不会谴责暴力 现在还支持 过去新疆的恐怖组织 美国带头 把它除名 不是恐怖组织 它是正常的民间组织 所以这种 国家站坐的恐怖行为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 要发生出来谴责才对 不要认为是 那个是俄罗斯 那个是中共 所以对它采用恐怖手段 也是对的 不能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赶紧抓紧时间 来分享一下 几位听众朋友 他们的这个观点 手机尾号3883 这位听众朋友说 张周谋的意思是 如果大陆武统台湾 那么美台就会炸毁台积电 但是它低估了 大陆统一台湾的决心 和重建的能力 大陆不会因为台积电 而放弃民族统一的目标 以台积电威胁大陆 恐怕是蔡当局的意思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YouTube视频底下 Moon Rain 这位听众朋友说 政治上 中美不开心的时候 就拿台湾来说是 贸易上不开心的时候 就拿台积电说是 是不是应该到了 自己站起来做决定的时候了呢 然后还有像这个 P Yip 这位听众朋友说 中国的民族复兴 不会在乎台积电 和所谓的高级工程师 还有台币的 要逃得早逃早好 鼓掌欢送 这是几位听众朋友 他们的一个观点 另外我们看一下 五四一 这位听众朋友说 非常喜欢梁总的分析点评 是一个政治素人的 我也逐渐的关心 而且关注相关的政治话题 现在台积电处于 进退两难的局面 美国的最终目的 目前看来 也未必能够达到 中国再过几年 也一定可以产生一个 终极点 那么美国目前缺少一个 像梁总这样 既爱美国 也爱中国热爱和平的人 解零还须 寄零人 目前的事态 美国是最大的责任者 这是各位听众朋友 他们的这个留言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是这样子 就是美国真的 缺乏那个反思的能力 我觉得反思能力很重要 就是美国强其 在那些教育方面 在那个学界方面 在那个经营阶层 习惯的自己就是领导 自己就是 相信自己是 已经是最智慧 或者是 所有问题 美国都能解决 这样各域的寄信 我觉得是害了美国 因为美国 我们发现在美国 有小孩的 你就会发现 美国的教育 从小就教育 那些小孩子有寄信 什么都行 什么都能 相信自己 所以做的功课 不怎么样 也拿了一个A 在美国拿A 其实不是太难的事情 因为要鼓励鼓励 然后美国 很多都相信 习惯了美国领导 那个整个世界 我们看 赫里文也看得太多了 这个是 希腊教育的不好 好 非常感谢梁总 今天精彩的这个点评 时间过得很快 又到了 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 一旦发生战争 其实中国大陆 美国还有台湾 都是三书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和收听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在读广告和新闻之后 也欢迎大家收听 由张良和几书 为大家主持的加州热线 我们明天焦点访谈 再见